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是母親節 看到一篇很有意思文章 就是 媽媽在 家就在 跟大家分享一下 筆者就說 媽媽在 家裡就存在 如果有媽媽的孩子 你都會有一個 可以回味 值得追憶的幸福童年 童年的幸福 是來自媽媽的笑臉 來自於媽媽在家裡 為你的守望 家中如果沒有媽媽 你就不會再笑 小時候 好像野孩子 經常到處玩 只是餓的時候 累的時候才知道回家 而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找媽媽 入家第一句 你就會大聲叫媽 那這樣 看到媽媽忙碌的時候 你聽到媽媽答應你的時候 心定了 然後你就開始找東西吃了 吃飽了 你又出去玩了 當你大過的時候 入家裡 第一件事 依然都是叫媽媽 書包還沒放下 就整個屋找媽媽 媽媽看到 一定會笑著 你這麼傻 書包這麼重 你還不放下 這件事 每天都發生在我家 我兩個兒子 大兒子 每天一開門 入家 他不會叫媽媽 但是他會背著書包 到處找我 找到我 就站在我面前 跟我聊天 我就會說 這麼重 放下書包 而小兒子 就不是了 他一開門 他在樓下 還沒到房間 大聲就叫媽媽 所以 我每天都聽到別人 媽媽聲我 但是這個感覺 是令你很開心的 畢者又繼續說 當他結婚 有自己的家 他一有空就想 哎呀 要回家了 回到家 開了門 如果媽媽不在 他就悶悶悶了 雖然是跟爸爸聊天 但眼睛永遠都是看著門口 一看到媽媽回來 心就安樂了 其實 無論什麼時候 你是什麼的身份 很多人都會想著回家看看 而回家也是慣常的 但一句就找媽媽 那樣的了 所以 這些很多人都是這樣的習慣 已經是深深印在心裡 生活之中 只要有媽媽在 就會很安樂的了 這些是生活的幸福 家裡和媽媽就是這樣 深深地印在每個人的心裡 跟著年紀 慢慢增長的時候 媽媽 爸爸的容貌慢慢會變 但是 你對家裡 對父母的倦戀 是永遠深深地印在這裡 不會變的 有媽媽在這裡的時候 你可以放心自己天馬行空去獨闖天下 你可以安心地規劃你的理想 路前面還是有路 你不能一下子到達 你累的時候 你會想休息的時候 你最想回去的地方 就是媽媽了 就是家裡了 高處不升渴 特別當你的事業有成 或者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人物的時候 可以叱測風雲的時候 你內心的你 仍是迫切地希望尋求心靈的依陀 而最安全 最永久 最可靠的 就是媽媽 就是家了 有人說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 一定有一位偉大的女性 如果真的這樣 這位女性首先 應該是媽媽了 家是永遠都不會遠離你的 即使你是遠道秦陽 相隔萬水千山 你然而心裡 都會對媽媽有牽掛 人類最不能夠動搖的情感 就是那種深深的無礙 人心底最深的牽掛 就是養你的家 就是你的媽媽了 如果媽媽在那裡 你的家就在那裡 媽媽在那裡的時候 兄弟姊妹是一家 當媽媽不在那裡 兄弟姊妹是親戚的 所以如果有媽媽的朋友 不管你現在多忙 一定抽點時間回去 看看你媽媽 媽媽我永遠愛你 父母小看一眼就小一眼 因為他們年紀老邁 樹肉靜而風不適 指肉養而親不在 特別是今天的母親節 希望大家都珍惜感恩 媽媽還在的 你們可以寬度你的母親節 媽媽不在的 可以在心裡默默地想念一下 母親對你的關懷和愛護 祝大家都有個快樂的母親節